一个中年离婚的男人给所有夫妻的忠告 别让婚姻毁在了这四个字上 是问哪个人在不如婚姻的时候 不是想着跟自己的另一半一辈子走下去的 只是一辈子太长了 变数太多 人变了 一切都回到过去了 二 经营好一段婚姻谈何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如果学不会体谅和理解 很难长久 王大哥说他用自己的前半生的经历 给所有的夫妻提个醒 总结出四点忠告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好好过日子都别中途走散 一 别把妻子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对妻子要尊重 很多男人都有大男子主义 觉得自己的妻子就应该在家好好做家务 好好照顾孩子 照顾老人 而自己呢才是最辛苦的 每天出去工作 挣回来的钱都是拿回来补贴家用 其实不是的 全职太太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男人一定不能想当然 要学会坏思考 多去体谅自己的妻子 分工不同而已 没有谁比谁轻松 如果你对妻子不懂得尊重 那迟早会寒冷她的心 二 百分之九十九的婆媳矛盾 都是男人处理不得当的原因 很多人觉得婆媳之间之所以有矛盾 要么是二媳野蛮 要么是婆婆掉钻 其实不是的 婆媳不合都怕是因为夹在中间的那个男人不作为 或者说作为不当 要知道婆婆跟二媳之间不应该处在对立面 而应该是和平共处 目标一致的 他们同时爱着一个男人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妻子 如果这个男人不懂得在中间调理 很容易让他们两个对立 这个时候再和好就难了 三 有问题要及时沟通解决 拒绝冷战冷暴力 很多事件都是经不起试探和猜疑的 如果有什么误会或者矛盾 一定要第一时间提出来 共同解决 拒绝胡乱猜疑 如果吵架了 男人一定要学会主动道歉 去和好 不要任何形式的冷暴力出现 有时候你说你错了 并不是你真的错了 还是让妻子知道无论谁对谁错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不能失去你 所以我愿意主动认错 只要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女人都是心软的 你这话一说 她还会生气吗 四 对感情要忠心 切记三心二意 这一点我不止一次的强调过 忠诚是一段感情里的原则 也是底线 爱一个人没有错 错的是你的身份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就要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特别是对妻子的 你可以不爱 但不要伤害 如果你觉得实在不行了 坚持不下去了 那就说出来 好聚好散 让人痛苦的真话 总是好过动听的谎言和欺骗 有人不怕听真话 有人怕的是你嘴里没有真话 多少婚姻最后都毁在了四个字上 那就是无话可说 如果以上四条全部都出现了 那么夫妻之间就会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况 这个时候 一方对一方完全失望 这样的婚姻 名存失望 选择放弃就是最好的方式 别让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你迟早会意识到 失去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要知道每一对夫妻能走到一起 都很不容易 这是几世都修不来的福分 一定要好好珍惜 谢谢 谢谢观看